伟臣参见太傅 为臣参见太夫 参见太子殿下 刘侍郎 刚刚顾酒司与你说了什么 原封不动地说给我听 回太子殿下 不过是同僚之间的 喝酒闲聊罢了 不止一听 刘侍郎 你可看清了 你面前的这位 到底是谁了吗 太子殿下 为了来的天子 还不说实话吗 我们 我 我们真没聊什么 就是酒后牢骚 下官说完也就都忘了 少给我装了 刘淳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顾酒司来找你 说的是他莫哭阴暗 太子殿下 冤枉了 卫生今天喝多了 怕冲撞了殿下 为了先告退了 告退了 追走了吧 宅殿下 刘淳 你还真是丝毫都顾 把太子殿下放在眼里啊 你 说不说 太子殿下 你 库宇一案乃是顾酒司分离之事 你何必废此心理 何必杀一手啊 大胆刘淳 你是觉得太子殿下的话 都不如顾酒司的好使了是吗 你是觉得陛下宁肯相信一个外臣 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了是吗 咔嚓的 我 我都差不多 我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 刘淳 你一再地冲撞 藐视太子 还暗讽太子 都不如一个侍饶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相信顾酒司 要这么想着呢 说 我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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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顾酒司答应过我 会保我的命 保我一家老小的命 我 我所有的一心 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我只能选择相信他呀 你再次也想 我就是保你 你这么信任他 明天我就要看看 他乃什么保你 太子民家 太子殿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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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可如此冲动啊 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